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二的第三課書 Example 3.18 這條題目叫我們factorize 這條式的,我們先插題目 這條題目又好像複雜了 給2.17 對不起 3.17 那跟別人,我們第一樣看看 有沒有抽 common factor M,有一抽 但這個不能插M 所以不會抽 common factor 第二,會有grouping terms 沒有grouping terms 因為是三項 grouping terms是雙數項 那跟著 就是想 identity 那 identity是怎樣 identity就是 都是那樣東西 背過 A加B乘二次 identity A二次加2 AB加B二次 大家可以快鏡 因為這些大家都應該已經很熟 不過我每次都測一次 幫大家重運 應該會有機會用到這三條的identity 那你判斷一下用哪條 現在有三項,一定不是這個 全部都加,一定不是這個 中一有減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看著這一條色 好 OK 好了 那怎麼做呢 都是那一句 逢你用 identity 都要填一些括弧 括弧 括弧二次 加,加,加,2 再加括弧二次 填下去 前面這個是填什麼 同時見到前後也有二次 那你就檢查一下 16是哪個數的二次 4 4的二次 是16 4的二次是16 那就是說這裡填4 填4 填4 m 那這裡填完之後 這裡也要填4m 因為是2a 對不對 那跟著後面 後面就是81 那81是哪個數的二次 9的二次 那就是81 那這裡填9m 那這個放過來填了 OK填完之後 還沒完 先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一樣 先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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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所以呢 就用到這個 identity 那答案呢 A 4m 加 B 9m 檢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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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